自從風水有關係開放傳真後 每週都會收到 數以百計的傳真信件 但這其中 我們卻發現了一封 十分特別的求救信 親愛的風水有關係 我真的很需要你們的幫忙 因為我自從九月住進這個家之後 出現了八個官司 又被跳票了好幾百萬 生意也一直下滑 幾乎快要結束營業 員工也掉到二十幾人 所以真的覺得這麼多的問題 想要請貴姐妹幫幫我的忙 是的 洪小姐的心聲 我們都聽到了 待會兒老師就要發揮畢生功力 協助你脫離苦海 只是擺錯東西 千萬家產化為無有 有一個東西非常的明顯 影響到它的整個家運 有點 駕到中路 搬進來的時候 可能事業或者是說 人際關係上面 可能都不是說非常的好 經銷商這部分 可能就會跳跳 或者是出貨給廠商 員工就會開始去投火 投了三百八十多萬 高三百八十多萬 其實加大中路還是輕微的 還有更嚴重 更嚴重的時候 其實加藝衝 對 阿嬤在進一步 就離開了 明知家裡有煞氣 也擺了化煞物 但竟然都沒用 所以今天要好好教大家 怎麼針對煞氣 挑選最可靠的化煞物品 遇到這個梁柱傳線的時候 會放這個所謂輕彩八卦 那這邊有三個 不一樣的這個特別的器 這個雖然腳上雖然彩的八卦 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下面主要是一台 採放這一類的話 有正台的上座規築 第二種我們看到這個 它身上挺好的 是 那基本上這個就什麼做旗形 它有那個 對… 它比較不是什麼旗艙物 化煞物品千奇百種 光是一個麒麟彩八卦 就有分三種 除了化煞物的選擇 待會兒還要告訴你 做西北向東南的彩味 旺邦以及文昌 媽媽 幹嘛… 我跟你講 我爸是在硬 我爸是在想硬 今天自己用加力 我真的會怕 為什麼 所以要是要還在擋一下 妳有那麼恐怖嗎 超恐怖的 好不好 我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最近 就是還滿走運的 我真的不想跟他戴衰 因為妳知道 本來好好一萬富翁 真的 他們真的是要 然後加起來到一萬 然後我已經接了 要躲避熱時 現在去剪頭髮 還先對不對 改運 先剪頭髮 然後妳說妳很恐怖 對 就是本來是 然後去 在短短的搬了家一年之間 變成家道中落 而且大家一定都很有手 很熟悉 其實他們之前在網站上面的 一個某一個木牌 賣得非常好 因此他們變成生長 一萬富翁 然後就搬來了這個地區 結果一年 他們的風水壞鬧出 老師說妳就搬走 他們說老師 我們不是不想搬 真的滿慘的 所以聽說他們家是煞氣 太多太多 就是所有極餓的煞氣 都在他們家完全的出現 而且我發現 其實大家 其實在看我們的節目 叫做風水有關係 也不是風水有問題 不是 就是 然後看了很多的這個至殺 對 明明他就說 老師我都有看喔 我都會買這殺物 我來放耶 怎麼我家還是睡著這樣 這個時候我就要 我想這一集 我要特別介紹觀眾朋友 所以 怎麼樣呢 你才會買到真的 那麼對你的這個 覺得花紗的功能 才能夠達到最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老師你這樣講法 是外面有假的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發現很多的觀眾 都有傳真進來 他的花紗物 可能就少了一個什麼 然後又多了一個什麼 不是 這個花紗物是真的 可是就不是畫這個紗物 我懂啊 因為被 其實比如說老師在講 要買山海鎮 或是要準備山海鎮 然後他的確也是買那個山海鎮 由上面寫寫 山海鎮 什麼 你說什麼 對 山海鎮 真的 就是完全是跟老師講的東西 不一樣 因為當然就沒有效了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在講說 所謂的這上面很多東西 市面上的東西 它其實看起來 其實有真有假 那第二個是 它只知道說這個名字 但是實際上它的功能 或者是它正確的用法 可能不清楚 那我想這邊一定要教大家 第二個來說 我們要想說 這個今天要公布 就是第二個 可能我們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除了幫他們化解殺機外 我們做 西北朝東南的房子 今天才為文昌廣方方 要一次介紹給大家 今天還是要做 講這個坐項 對 所以如果你家也是做西北朝東南的話 今天一定要好好的鎖定 忠實觀眾洪小姐 在意氣風發的時候 風風光光搬進新房 本是喬遷之喜 卻演變成揮之不去的夢魘 住進來一年多 事業被腰斬 官司接連發聲 努力想趕風水 但卻一事無成 今天就要藉由她的例子 教大家如何正確的使用化煞物品 讓你的日子 不再過得心煩意亂 嗨 虎小姐 妳好 嗨 她怎麼了 就 搬來這邊 大概在一年左右 然後搬進來的時候 可能事業 或者是說人際關係上面 可能都不是說非常的好這樣子 對 可是我們那時候聽說 妳那時候不是事業做得還不錯 然後結果就搬來這裡了 就 對 就搬來這一年當中 就是事業整個就急走下坡 然後員工大概從七十多個 就會降到執政 二十多個員工左右 就開始縮邊就對了 可是妳那時候為什麼會 就是在很好的時候 決定要搬家 因為就是 一切都是不小心 就買了這一棟房子 所以也沒有經過太多考慮 我們就直接搬進來 這邊處這樣子 對啊 如果你真的 再搬到一個家的時候 你正在大旗的時候 我們是去家庭 就是不要輕易賣掉 對啊 可是MN現在它印象 它已經造成了 好 對不起 我們現在也不要在那三口中 一直不斷的塞 你當初幹嘛搬啊 你怎麼會這樣 你以為人家就大了 喝喝喝喝喝喝喝看 你怎麼會這樣 不好意思 趕快吃什麼 我不要這樣 事業就是 感覺就是非常的不好 這樣子可能 就是從 可能我們原本 我們有開服飾店 大概二十四間 然後直接變成八間 直接就一年之內 就直接掉到八間左右 然後公司的營收 或是狀況 都可能不如預期 因為如果說 員工也沒問題 或也都是照常的話 對啊 不可能說影響會那麼大 所以二十四間 掉到八間 比如說可能我們 不管是在 推品牌上面 可能就會有一些主要 或者是說 經銷商這部分 可能就會跳票 或者是出貨給廠商 員工就會開始去偷貨 都是搬來這一棟房子之後 等一下 跳票 有人跳票 所以你拿不到錢 對 然後還有什麼 員工也偷貨 偷了三百八十多萬 偷三百八十多萬 對 怎麼偷的啊 這應該拿考車來搬 應該會被發現才對 怎麼偷到三百多萬 會不會被發生的吧 對 它就是慢慢的偷 然後偷了三百多萬這樣子 然後廠商就陸陸續續的 跳跳這樣子 就是出貨給他們 然後我們都收不到貨款這樣子 所以都是這樣小小的事情 然後這樣子一直牽連 到後面你就大損失就對了 對 是 到現在寫紙了嗎 當然還沒有 所以今天就是麻煩 還沒紙 還沒 就是官司不斷這樣子 所以現在有官司 然後公司是整個在 虧損的狀態 對 目前公司是虧損的狀況 然後官司就是滿多的 所以它目前累積已經到八件了 搬來這裡一年 那妳自己 那妳的律師有 沒有 妳是不是這樣 我早就滿十件才會痛 我早就滿十件 可是我看妳還就是 滿樂觀的耶 就是看起來還開開心心的 沒有 就發聲了 就去面對 所以看就是說 可以 就是請老師跟 兩位主持人幫我們解剋剎這樣 這個時候其實它這個 可能在下一格 板書上面有一個東西 非常的明顯影響到它的 整個家喻有點駕到中落 很明顯就已經是這個啦 獅子巾嘛 這好慘的 我家裡都是獅子巾 知道這一尊嗎 其實不是這一尊 咬錢的 是它的背後頭傷 我們看看 往它的背後上面看 這是什麼 黃喜喔 糖卡 對 從西藏帶回來 糖卡 特別 從西藏帶回來 我說是它的味道怎麼對 還是它 雖然省座上面對 其實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出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很多人 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一般所謂的家裡頭 要安神像或佛像 那麼其實分兩種 第一種就是我們所謂的 可能正式的安置 那正式安置的時候 它要考量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房子它有所謂的 屋前和屋後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這邊看到的地方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房子整個跟我們房子 整體的坐向是反過來的 所以神像我們記不記得 觀眾朋友要記得 神像有沒有記得說 第一它不能朝什麼 絕對不能朝屋後 可以朝屋前 屋左 屋右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眼睛前面看到是大門 可是其實它朝的是 整個房子的屋後 從大樓從大門看是不是 對 就是這整棟大樓 其實是面向那一個方向 對 那它等於是把這個 掛在屋後的意思 可是它的大門在這裡 以前早期的三個院的房子 或者是公寓式的房子 都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因為你的前面很好認 可是現在因為我們搭 現在都集合式的大樓 所以一棟大樓裡面 可能分成好幾戶 所以有幾戶 可能是面向後面的 對 對 那這個時候 你如果在屋子前段的 那一邊的房子 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大部分出狀況 都是在後段的房子 因為後段的時候 它認為我採包面在這邊 我的門開在這一邊 所以它就會出現 聲明擺放的時候 我雖然看起來 是朝的外面出去 結果沒有想到 是朝屋子的後面出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糖卡我們要放的話 絕對不能朝著屋後就對了 對 只要朝屋後 就會加到中樓 對 因為在古代來說 其實 加到中樓還是輕微的 還有更嚴重 更嚴重 更嚴重的時候 其實加一或人 對 其實又降到了 就是有人會 真的就會走掉 對 這裡嗎 對 這裡 但是也是 對 就是也是搬來這邊之後 就是家人 就是一些生病這樣 第二個重點是 觀眾朋友在擺放 這個水神像 我剛才講有兩種嘛 第一種就是我們一般 安的神秘 那通常它會擺放在什麼 客廳有沒有 大廳明顯的地方 一進門就看得到 可是呢 觀眾朋友可能沒有想到 所謂的祕宗 那麼在佛教裡頭 那世上它分作寫宗跟祕宗 那麼以寫宗上面來看的時候 寫教上面說 那麼一般的佛教 當然你可以放在這個大廳 所有進來的人都能看到 然後去頂活 可是祕宗它是屬於祕傳 所以一般來說 都會設置比較密密 或隱密的地方 他們來做擺盪 不會放在大門口 一大一進來就看得到 那有要面向哪一邊了嗎 因為它大門現在是哪一邊 對啊 如果余老師這樣來講 它等於是在後洞 那它等於是要貼到自己的房間 那不是有點奇怪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出現問題了 我們常常在講 神像它可以朝屋前 可以朝屋左屋右 所以你不管是朝著後面 朝另外一邊看去 還是朝這邊 就是不能朝屋後 對 就是不能朝屋子的後面 所以其實它朝那另外一個 房間就好了 可是它一定要在一個 明密的房間裡就對了 至少大門進來不能直接 那如果說它現在把它改到 那一面牆去呢 我覺得那個就已經很好了 因為第一個進門 它就不會那麼的明顯 第二個 門開的時候 它是藏在門板的後方 所以那個OK的 對 那個位置OK 而且面對出去的地方 又是正前方 可以看到遠遠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它還可以化解它很多的問題 那它這個不需要再整日去 有自己動家吧 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是以傳統的 這個所謂安身的科医來說 它要選日期和時間 尤其是不能跟主人 那麼有正宵的這個日子 那要怎麼自己去算日子 不用了 我們一般農民地上面 大家把你把它翻開 它有一些 每天正沖什麼生肖幾歲對不對 不要沖我們的生肖 第二個 觀眾朋友我們都知道 生肖裡頭 它有一些部分比較 比較跟你比較合的生肖 那麼比如說 我隨便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 小鼠 猴子跟龍 這三個時間 三個是合在一起的 是最合的 所以龍就是只 早上的七點到九點中間 所以我可以選擇 早上七點到九點 又是即時那麼擺放 對它就會加分 現在的集合式住宅 一樓的大門 不一定會和你家的大門 開在同一面 這時就要避免神像或堂卡 朝向整棟大樓的後面 否則容易導致家道中落 甚至可能造成家人喪命 而顯中佛教的神像 擺在居家醒目的地方 不會有問題 但祕宗的堂卡 必須擺在隱密的地方 才是上策喔 而這還只是開始而已 接下來還有更重大的煞氣 讓我們的委託人一蹶不振 它真正的大問題 其實就在我們的背後 你說這按摩你不好吃 不是啦 的確是緊了一點 好啦 感覺就是有外霎對不對 是啊 對 好 來看一下 我們看有沒有吃 好雞喔 可是那個算小人看透嗎 好大的小人看透 對不對 對 首先第一個我們看過去 發現它前方有小人看透 而且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你會覺得那個小人看透的眼睛 是斜斜的往旁邊沒有 感覺上非常邪惡的情形 老師講的那個紅色 它是不是就這樣 對… 真的… 港青啊 對 對 然後還有別的嗎 就除了小人看透之外 基本上來說的話 小人看透是小問題 藥冠煞 藥冠煞也有 那當然基本上這個是真的 就是才在健康的問題 但是藥冠對它來說 真的還是小問題 最嚴重的是 大魔王煞氣即將現出原形 多功能麒麟挑選有PIPO 遇到這個梁柱穿線的時候 會放這個所謂七音彩八卦 那這邊有三個 不一樣的這個特別的七音 這個雖然腳上雖然彩的八卦 你沒有發現 它的下面主要是以 腿的圍組 來放這一類的話 以正彩的效果圍組 第二種呢 我們看到這個呢 它身上 是 那基本上這個就屬於做七星 它有那個 對… 所以就是變成它 比較不是屬於介紹物 對… 這要關對它來說 真的還是小問題 最嚴重的是這邊開始 從白色這一棟開始連續一直過來 我們把它放大…拍下來就放 這個有沒有 白色就是前面白色那種 對… 這個就是白色這一棟 那麼它的旁邊 你看一下連過來第二個 放大… 沒有 這個有沒有 關帽 第二頂關帽 對 那麼它連這過來 再過來再連續過來 第三頂關帽 三頂關帽 這很難得耶 對 難得可以這麼多關帽 所以你如果仔細看一下的時候 小人探頭加上關帽的時候 觀眾朋友就要注意喔 這個時候小人對你的影響 就變大了 它不是很單純小人 所以小人跟關帽 是算連在一起 是連在一起 所以你可能會因為小人的關係 導致你有官司 口舌是非 對 好可怕喔 直接全部都有 所以你就是你說 你剛剛講說有八個 對 我目前有八個官司 然後是都很難處理嗎 還是其實就是花錢就可以 都是很難處理 都是小人 所以太難處理了 對 這真的很麻煩 我覺得只要弄到官司 就是一個類 可是我看你 好像有畫一個葫蘆 對 老師我這邊有放葫蘆 然後我帶窗外這邊 我也要有放一個三海鎮 所以你自己有發現這個煞氣 是不是 是 你有發現 對 就是看節目之後 發現有這個煞氣 然後你自己就畫煞 放葫蘆 它這邊放了一個葫蘆 這邊好像發現沒什麼 然後跟三海鎮它刮在外面 我們發現這也是刮在外面 對 對啊 為什麼沒什麼用 首先第一個 我們常常講葫蘆 葫蘆基本上來說 在科通國古代常常講說 我不知道你葫蘆裡裝什麼藥 所以葫蘆第一個 跟身體疾病比較有關係 所以葫蘆跟治病有關 第二個呢 因為我們在古代 葫蘆有收腰的功能性 所以對於可能 所謂的防中防 或者什麼這一類的外下 那麼有屬於比較偏的 這種煞氣的時候 那麼葫蘆有一定的功效 可是葫蘆擺放的時候 不是針對小燕探頭 也不是針對管貌 放錯了 不是針對這個藥管法 所以它除非就是 它的小燕是妖精 那你們的那個 山海鎮是找什麼樣子啊 就是那種 山海環抱那種 山海環抱 就是有那種大港路 那個船路港那種感覺 大船路港 對 有針水畫在外面嗎 就是山海鎮 就是去外面一般 那個在辦事的地方 他要告訴我說 幫你這種就可以了 我們有看過那種嗎 大船路港耶 其實我知道 因為一般來說 通常它 山海鎮的這個造型非常的多 對 有關朋友可能要記得 一般來說 他剛才聽到 有山海環抱對不對 這個基本上來說 就是山海鎮的基本原則 那麼達到一定的功效性 但是第二個 要注意的地方 應該是這樣講 它大船路港 既然那個船上面 應該都是在這經營珠寶 所以基本上 招財的功能性跟花鎮 當然基本上都能夠堅決 但是應該招財大於花鎮的部分 一般來說觀眾朋友 可能選購這些 所謂的山海鎮 它其實有幾個重點 觀眾朋友可能要注意 第一個 上面的這個山 必須要怎麼講呢 必須要 它大部分人來說的話 要盡量是綠色的山 然後植物要比較茂密 那盡量避免有所謂的起石 那個石頭一直凸起 很凹凸凸的 意思是說它要像這樣子 茂密是一樣的 對… 它比較茂密都是植物 那麼山 基本上來說 它不可以是枯房的 我們也看過它的山 整個是做枯房的 第二個有的石頭剩的筆 這樣的話還要更凸起 更黏 所以盡量就是茂密的樹 上面有一種紅花可以嗎 一般的 那它就是第一 它也不能那麼接 是吧 尖銳度沒有關係 但是基本上 應該它石頭 不可以那麼多 就上面這個 也有看到嗎 上面畫的這個有沒有 這不能有那麼多小石頭 然後也不能太滑 不太固 對 因為太多的石頭 就表示說這個山 其實跟一般我們 可能比較豐饒的山 有沒有不一樣 然後一般來說 豐饒的山 我們講上面都 張滿了植物叫做 有情山 所以它代表萬物有行 那但是如果上面都是石頭 長不出植物的時候 就叫 有情山 那麼這個就會有一般來說 可能比較不適合 第二個 剛剛提到上面要加上綠色 不要是枯黃的植物 那這個也是加分的 第三個 主要是山 需要環抱 因為環抱叫做有情 那麼相背的不要反背 也就是它不要雙手張開 這個整個是 我凸起來整個翻過來 應該是這樣子的 對…是應該環抱的 應該是這樣子打開的 就是山往 好像往前面這樣長這樣 對…有點抱在一起 抱著水 對… 水已經把山包在中間 對 它這個有點像 就是水已經要翻過去 對… 它其實是應該要這樣子抱 對 海嘯要來的感覺 對… 那這個基本上來說 都是比較加分的 一個正式的 這個水的山海鎮的一些看法 但是其實它至於上面畫 什麼樣的步驟 我覺得那個是旗幟 然後再來就是大小 就是水已經自己 屋外的煞氣而定 洪小姐官司纏身的原因 找到了 官帽煞加上小人探頭 讓它愁雲慘物 而如果你家外煞很多 以擺乾坤太極度化解 但如果只是一兩個煞氣 只要擺放山海鎮就可以囉 而大船入港的山海鎮 招財功用大魚化煞 不論是哪一種山海鎮 山形一律一盎然 並且石頭不宜過多 除此之外 山形要呈現內凹環抱海洋 避免外凸返背喔 其實那邊還有問題 那邊還可以解決啦 所以放心 那老師我可以問一下 我把原來的餐桌的部分 改成工作區這樣子可以嗎 很多的可能做生意的人 他其實在家吃飯時間非常少 所以他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所以說他可能必須在家裡 完成其他的工作 可是餐桌 這個所謂的可能辦公桌的擺放 就出現問題 所以即使是把它換成辦公桌 你整個放法還是有點問題 這張會不會太落體了 開心 老師說他這個那個 那個什麼 辦公桌出現什麼問題 首先第一個 當然桌子的擺放 絕對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第一個放的位置對 而且出戶口剛好在龍邊 深龍開口經營萬動 可是錢雖然進來 可是要特別注意 通常辦公桌的做法一個 桌面下方 必須是遮蔽 要能夠整個遮到你的腳 對 如果你基本上 中間有漏洞的時候 它其實就像我們所謂的漏材 辦公桌 對 辦公桌 就是盡量這個要遮起來 因為我還有一個角度來說 通常呢 在這個 當然你用比較科學的想法 我客人一進來 可能我要跟你談事情 我一走進來 一看到你的腳 然後你還是在那邊 在那邊抖著 反正你可能很樂觀 對這個事情很有趣 我就說你好 你好 進來啦 然後你看我的腳在戳腳 在摳腳 對啊 那個我們 這個案子可以貪 可是就是你很自在啊 對 好 表現 可是也就是說 它這樣透過 可能你的視覺 直接看到我們這個可能 老闆或主持者 他的心理狀態 所以你是一直這樣全摺 摺到連腳趾頭 都看不到對不對 對 在風水上面來說 辦公桌 尤其是老闆辦公桌 要盡量測試 新聞台裡打開 看到主播上半天穿西瓜 下半天你看得到 看得到他穿四腳褲 你會不會覺得他還沒有睡醒 也是 如果要稱皇上好 我就會想到 他悲傷的新聞 就一定都不悲傷 所以他就是要全部摺起來 好 因為他們做 這個網路的生意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 一張桌子 然後就是在家裡 搭搭的人 然後就可以做生意了 對… 對 所以你基本上 只要顧好這一點 應該就沒有人會偷他的貨吧 其實這個當然沒有問題啦 其實這個當然沒有問題啦 我覺得更 比較大的問題是 他眼睛前面 我們看到這根大樑 隨著穿心下 一直穿到裡面 廁所裡頭去 穿心下很嚴重耶 沒辦法很重 穿廁所喔 一直這樣一路穿過去 你當初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難道沒有看到這一點嗎 沒有 因為就 二十四小時 現在就決定了 就忙了 為什麼當時會衝動成這樣 因為剛好一直前進來 就覺得說就把滿房子買掉 然後所以就連看都沒有看 就說好 就買它了 會 會 人在那個 你知道嗎 意氣風發 然後日鏡斗金的時候 你真的會想說 鬧差了 買了買 阿斯塔琳就買下去 不行 風水真的還是要看一下 你知道就穿心下 但是你看他還是有裝潢的喔 他還認真地把 穿心下打燈 照亮穿心下喔 你看 對 沒錯 他照亮整根穿心下 他在廁所 對 Bling Bling 穿心下 因為我穿進來的時候 還在發亮 廁所的嚴重煞氣 讓小貞搖頭嘆息 坐向文昌不周全 腦筋變頓百事愛 我去北朝東南 它的材位跟旺方 都各自有三個 還有一個更重要位置 就是家裡的文昌位 文昌位在 可能就是他的 這後方後面的更衣室裡面 蛤 是怎麼 他就是一直不斷地在做 錯誤的判斷 就是因為他的文昌 不只這樣子 他的 鏡子 還反射穿心下 對啊 所以等於是 就化解了 即使了這穿心下 對啊 等於是 一路穿 穿到營養節了 穿到營養節了 而且我 妳這個五地錢 該不是為了穿心下吧 對 就是放一個五地錢 就是要放穿心下的部分 而且妳的放法真的很 野蠻 此地無垠三百兩 對不對 就不知道放哪裡 就連在這附近這樣 但是重點 這穿心下也不是穿心下 所以就 這個是 現在是放什麼 我們知道 我們在這家裡 我們是在捆的 對 或者是放這個 所謂千彩八卦 或者是我們放這個 所謂的水晶球 他們都是化解這個 所謂的 娘柱穿心的這個物品 了解 所以其實就是 沒有對症下藥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教大家 怎樣來辨別 這個所謂的化煞的物品 觀眾朋友 你的化煞物常買錯嗎 老師馬上教你 怎麼挑選 麒麟彩八卦 讓你不再花冤枉錢 那這邊呢 有三個不一樣的 這個特別的麒麟 你們會 我們要選哪一個 要掛的話 可以選 然後要選 你選那個嗎 選大的 沒有看啊 這兩個有什麼 它其實基本上來說 最早的麒麟彩八卦 它可能它是一隻 大概大概重大 差不多五公斤 我這邊還有 五公斤怎麼掛 對 對 所以我這邊還有 可憐 等一下 這邊有招臉下 我研究的時候 我這還有收藏 但是你比較特別 它是 這個雖然腳上雖然才得發光 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項目主要是以錢財為主 對 所以它這是招臺 但麒麟基本上 它其實 它曾經是所謂的正國神獸 所以它有正財的功能性 所以如果是擺放這一類的話 以正財的效果為主 所以 你可以放在柴位 那麼對著這個 所謂的採進來的地方 第二種呢 我們看到這個呢 大部分來說的話 它下面也是採的八卦 對 可是它身上披著這個 所謂的站甲 是 那基本上這個就屬於 坐騎型的 那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道家裡頭 有很多的這個 護髮繩 它的下面的坐騎 是麒麟 那麼這個就屬於 這個所謂的坐騎手 比較正確標準的地方 它是在它的腳下的八卦 對 它腳 正確是踩著八卦 只是因為它有那個馬鞍就對了 所以就是變成 它比較不是屬於智商物 然後至於我們另外一尊 我們可以看一下 另外一尊它比較標準的地方 是它的上半身 好 上面身它基本上 它的身體就是沒有那個 所以這個上面身比較標準 這個是下面腳踩的地方 比較標準 所以兩個合在一起 就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一隻騎手 所以你在節目上 選到一個真真真 你覺得 可是你自己沒有用 那為什麼這一隻 有特別咬了一個豬豬 這個韓的豬豬 一般來說 它其實沒有那個 因為它這個肚子裡頭 應該是有放的東西 它裡面放的是 畫煞的物品來說的話 大部分就針對煞氣來說 做畫氣 觀眾朋友 別再買錯囉 畫煞用了麒麟踩八卦 必須腳底下踩著八卦 並且沒有鉛筆 身上也沒有戰甲 才是正確的喔 既然妳講到小孩子 小孩子有什麼影響嗎 小孩子 對 現在幾歲 五歲四歲這樣子 所以就是正調皮的事 是調皮啊 但是調皮是代表他們活潑 但是他們說身體狀況還OK嗎 就比較不愛吃飯 就真的可以餓一整天 都只吃零食 答了 不是 他說餓一整天都只吃零食 那是有多餓 還吃零食啊 好 看一下小孩吧 所以這 這一間 有點奇妙的地方在於 就是因為我生了三個小朋友 那就是小朋友現在年紀還滿小 那目前是給他們當那個 就是遊戲先玩 那可能就是等小朋友 再長大一點點 然後這邊要讓他們當 因為妳後來又再生了一個 是現在才一歲嘛 對 現在才一歲 所以就等小朋友長大 這邊要讓他們睡這樣子 老師 妳這邊 就是 都是這種的 毛玻璃型 就是透明的門 透明的牆壁 老師 它 就是這種毛玻璃 可是它不是完全不透光 所以當它躺在長大的時候 它剛好卡了一段 這樣有算一點是會了嗎 有算 而且最主要的地方 它即使不這樣算的話 我們 妳會發現從客廳也好 從它的原來的飯廳 我們可能它在住室的地方 其實這一間 它不管怎麼睡它 都是一清二楚外面看得到 對啊 你到處為什麼要做 這樣子一個 鏤空的設計 想要看一下小孩睡了沒 就是看一下 小朋友在裡面的活動狀況 擔心它 因為那時候小朋友還滿小的 小的 所以有點想要偷看 那其實妳說這個能改嗎 可以改 當然可以改 可是問題是妳沒有辦法 剛才講 另外一個問題 它通常做錯誤的判斷 決定 這個就跟妳的腦部思考的問題 妳有沒有發現 它的門 對 對耶 即使現在沒有人睡了 對 所以基本上來說 它只有兩個情況 可以改變整體的狀況 第一 要不然就是門改的位置 要不然就是床頭換位置 我覺得這個兩個方式 妳來說的話 可能都是一個 我們只能暫時改變的一個狀態 但是基本上 觀眾朋友一定要記得 所謂的這個房間 千萬第一 第一不要隔透明的玻璃屋 不要隔成毛玻璃 第三 不能用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金紗或金絲的玻璃 必須用不透明或不透光的採取 簡單來說 你現在如果小孩子當要搬 或是你現在小朋友搬進去 對於你 你都要把它整個弄起來 或是用這木座 放成桶嗎 真的 那你門也可以不用改向 你的床頭就可以直接穿完 就好了 對 對 透明的房間 因人影晃動 容易讓人緊張兮兮 而造成錯誤決定 另外 床頭正對門 也容易受到驚嚇 最好把房間隔成不透明 並且將床頭轉向 才會住得心安喔 而接下來 將來到另外一間小孩房 但卻讓人黏了好幾把冷汗 七十年男們 眼睛絕對不要紮 八七以來 從來沒有在一個屋子 裡面集了我們七季的煞氣 這煞氣太誇張了 準備好了嗎 要揭曉了嗎 一 我們的揭幕儀式即將開始 現場朋友一起來倒數 三 二 一 請揭曉 危險外煞 將億萬身家徹底擊垮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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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揭曉 恭喜 我們的煞氣 真的多到一個好贏力 好棒 紅小姐… 妳真的是中頭獎了 老師 又有冠冒煞 又有小孩探頭 又有藥冠煞 對 好多好多的煞氣 看似一個遼闊的 好像有圓景的感覺 但事實上擠滿了煞氣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小人探頭 跟這個廣冒 其實是在房子的那一邊 那現在這一邊看到的呢 結果妳會發現 這一邊也有非常多的這個 小人探頭和這個 可能跟它的官司有關係的廣冒 所以其實也就是這個房子 其實妳會發現 它完全就是在小人跟官司的包圍箱 對 所以這也是它其實最煩惱的事情 對 而且它的每個小人探頭 都是很有氣耶 它的表情 妳可以隨便摸環一個給我們看嗎 所以那邊有一個這樣子 那邊有一個這樣子 對 那個孩子偷看了 所以要一隻眼瞄對不對 對 就是…我的天啊 從來沒見過小人探頭 這麼有氣耶 好 現在這個是小孩子的房間 當然小孩子應該不太會有什麼官司 但是應該會有小人吧 為什麼小人 小孩就是小人 不是 他就可能被同學陷害 對… 或者是被釣別之類的 小孩有這種狀況嗎 他們現在還那麼小 目前應該是沒有這樣子 對 可是我們連著這樣看的時候 我們那一邊呢 碰到這個 小人探頭和官帽 是因為主房跟客廳都在那一邊 而這一邊呢 除了小朋友房間以外 後面再過去 除了我們剛剛講 可能遊戲室以外 再過去就是廚房 對 其實廚房就針對女主人 因為廚房跟這個 所以看出去的流程 一樣的了解 對… 所以女主人的 我們知道就是 可能這邊也是有 有女主人的問題 這邊也有針對 女主人的殺氣 是 所以她的女主人 可能官司口舌事分就會 好像是真的比較多 好 那剛剛三重的三八婆 打電話來問說 她不太能分辨 小人探頭跟官帽殺 這譬如這是前洞 那麼我就是後洞 可是呢 等一下 老師現在要演小人囉 好 而且老師現在從後洞開始演 對… 當我只有這樣半截 炒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這個時候就是一個頭 你要小… 一個小頭要進去偷你 或要看你家裡怎麼樣的時候 要找你的小毛病 它就會有只有眼睛跑出來 這個時候就是說 你的眼睛可能是頂樓的窗戶 是這個意思嗎 很多是現在 比如說它這樣子的對不對 然後上面會有一個頂樓小夾蓋 對… 然後突出一塊 然後突出一塊上面 它可能就有兩個窗戶 就會有一個眼睛 對…剛好就像眼睛對不對 可是老師像我現在看的那個 王的那個有沒有 它既像官帽又是頂的那個 對啊 到底是要怎麼算 不管是我這樣這樣半截 還是一顆頭跑出來 整個完整的 或者像剛才講的 我只有四分之一 好像在喵在裡面偷喵 偷窺外面 這個基本上來說 都叫小人 偷偷 但是如果它的上方 我們這樣講說 感覺上是一個凸字形 我們寫一個凹凸的凸 是不是這樣的寫法 就是官帽 對 在古代來說 烏紗帽 就是一個 除了這個中間頭頂外 兩邊伸出來有這個喵 這個所謂的帽簷 那麼基本上來說 就是形成一個 凸字形的時候 它就是所謂的官帽 對面那一棟不是就是連續的夢嗎 那個因為它是面對我們是正前方 那個一般影響不大 它影響比較大應該是 往後面黃色那一棟 黃色那一棟 對 以前大家講說 就是說我如果活著的時候 我最好不要進亞門 為什麼 因為進亞門 你不是官司 你不是被告就是告人家 要不然的話叫你去作證 所以麻煩事情 都是有麻煩事情 說他不希望進這個 所以面對這個官帽 除非你是軍人 你是警察 或者甚至我本身也當官 法官 那我就有機會面對更大的官 我就有更多的機會 升官的這個機會 所以其實它不是百分之百不好 而是在於我的工作是什麼可能 職業 對…還是會有差 所以他這個監視小孩子的話 影響住你嗎 對 但是當然這個基本上 對於因為小朋友目前所做的 就好像小朋友去打破人家的玻璃 誰要罰錢 誰要賠人家錢 還是父母親嘛 所以基本上對小孩影響不大 可是對父母親還是有影響 區分官帽煞和小人探頭 其實很簡單 房子不論是前洞後洞 還是整棟房子一體成型 只要呈現一個凸字 也就是小人探頭 而官帽煞通常上面都會有個蓋子 形式倒凸字形 一般居家鷹避免針對 除非是官員或是軍人 才能夠提升官運喔 而除了外煞 住房裡面 還有一個讓洪小姐 是非纏身的惱人煞氣 這個是 你看他有家蓮子的耶 老師 應該他是 不想跟小孩吵 小孩子就衝進來吵吧 不是 他不想跟小孩吵吧 是 對 不是他不想跟小孩吵 是他吵不過小孩 因為小孩的門已經卡到外半了 對… 他是互竊的情況下 互竊的情況下 其實基本上來說就表示說 就是 所以基本上來說 其實我們講說 可能跟小孩之間 也許這個小孩比較會頂嘴 可是不要忘記喔 除了小孩比較會頂嘴以外 其實也代表我們 可能跟人家的口舌是非 是比較嚴重 互相有爭執和傷害 所以不只是跟小孩 就是跟外面的人也會 對 那他現在怎麼辦 他其實已經有 有家蓮 如果單一 正對面對面的鬥狗莎 那麼請在比較大的這一邊 比如說長哥也好 是哥哥姊姊也好的房間 那麼我們加一個門簾 那麼就可以化解 但是呢 如果他是 可能要麻煩兩邊都要加門簾 只是長輩房間的門簾 長度長一點 晚輩房間的門簾 長度短一點 第二個 在他切到 切進來的位置上 麻煩就是 我們一般會建議 就是放一個 這個所謂的 把門對門的鬥狗莎 門對門的鬥狗莎 只要在長輩的房間掛門簾 就可以化解 而門切門的鬥狗莎 會讓你的是非變多 必須兩個房間都要掛門簾 並且長輩房間的門簾 要比晚輩的長 最後 也不要忘了在切口 懸掛六地前化解喔 妳看我們節目看那麼久 妳應該知道 我們鬥狗莎真的是滿嚴重的 我以為妳窗簾就可以化解 那妳還有做別的嗎 我有在門後這一邊 就是有自殺的 就是老師之前也 在煎了以後不能多 這什麼 這兩罐 有教過說就是可以自殺 就是可以放尿液 還好我沒拿 那妳看就是 這尿罐妳還要拿 我剛剛一直想說 老師上面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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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上面寫什麼 就是官司順印之類的 然後放尿液 我跟我好碰到 可是我真的聽過 很多這種方法 就真的是放尿罐 在奇門盾家裡頭 他們有所謂的尿噸法 那麼當妳遇到 所謂的官司 尿噸 是非小人的時候 那我可能就會用尿 不管它任何的容器 可以裝自己的尿液 那基本上是要說 我們講的基本最少要五百七七 我當然不知道那一罐 大概不大一罐 那一罐才250 我很常喝寶特瓶我知道 這一瓶就250 但妳的瓶都275吧 沒有吧 這一瓶有725 門後擺尿罐 記得要有開口 讓氣散發出來 才能有效防小人解官司 但如果怕弄倒尿瓶的話 可以加個瓶蛋 並且開一直的小洞透氣喔 而接下來老師要教大家找找 坐西北向東南的財位 旺芳還有文昌啦 今天洪小姐家的坐像呢 就是坐西北朝東南 對 那我們一般來說 坐西北朝東南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財位跟旺芳 都各自有三個 各自有三個 對 也是好運的吧 可能在我們經過這一集 看它那個醉故事之後 你通常講說各有三個 而且你看我這樣 講說這也太好運了 聽起來好痠喔 對啊 怎麼會這樣啊 首先第一個 我們就講說 它的財位第一個呢 就是在這個所謂的西北放 就是它放 不是 它的那個書桌在這裡 它放這個 基本上它放那個 所謂的招財神獸 那個所謂的皮修啊什麼 就是面對這個方向 面對這個處 對 它招財神獸 剛剛是放這裡 對啊 朝著這個方向 門口的方向 那第二個位置呢 是在這個家裡的正西方 就是廚房的位置 第三個呢 是在家裡的這個正北方 對 也就是在客廳那個位置上 有三個台位耶 客廳那位置 就是門剛進來 那等於是 如果它把 剛才它這兩邊都有那個嘛 對 那個金洞那裡 對 金洞那裡 如果把一個地方 拖過來這邊呢 就是比較靠近 其實不用 所以它確實是 放在這個位置上 沒有錯 而且 它的水 剛好放在正北方 水放在北方 有吹彩的供點性 老師那如果它把整個 都移過來這咧 其實不用 因為它那邊 它也是名柴位 只是不同 這個是真柴位 真正的柴位 只是不同的地方 是它把吹彩的這個柴水 往門口吹出去了 剛剛也搓過來了 對 然後你的廚房也是你的柴位 對 那麼接下來一般來說 這三個柴位 其實當然都有吹彩的功能 但是對門或者是 可能對出去是空的 比較會有影響 但是家裡頭還有所謂的 旺方 聲旺的方位 那麼相對的也是在 家裡的這個所謂的最西方 然後跟家裡的這個 所謂的西北方 所以旺方跟柴位也是一樣 它其實坐向的文昌 柴位 旺方 它其實是相同的 都一樣 對 以坐向為做標準的話 它這兩個方位 其實會在同多之上 當然最主要的 我們講說這個方位上面 如果都對的話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位置 就是家裡的文昌位 文昌到底在哪裡咧 文昌位在整個房子的正門房子 正東方 對 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這個房子 這個房間 對嘛 就是棟廟的這間 文昌位 對 可是它的文昌其實呢 在這個房間裡頭 應該講雙倍張開 如果這樣開的話 可能就是它的這後方 後面的更衣室裡面 是小小的 你的更衣室裡面 就是你的文昌位 廁所啊 那個廁所 是廁所裡頭 是廁所耶 這一間的那個更衣室 其實小小的 然後旁邊 這間文昌位是廁所 難怪它每一個 你看它每一個跟我講 在殺氣 它通通都會講 比如說這有涼 可是呢 化鯊的東西它放錯了 這個要放什麼 它位置講對了 可是化鯊物品也放錯了 好像沒有一個位置 化鯊物品也放錯了 所以現在我們知道 不能怪它了 對 因為它就是一直不斷的 在做錯誤的判斷 就是因為它的文昌在廁所 好可愛喔 而且它在它的廁所 放了一個 黃金格 黃金格 然後是 好像 奄奄一起了 對 黃金格又吸引了它 你是說要土重 對 第一要土重的黃金格 第二個呢 上面呢 這個要越茂盛越好 第三個 要記得用 投射燈去照它 對 它就是就放著一個 然後 可以用土重 你看它有沒有 它都差一點喔 我知道這種黃金格 但 給我摸一下 用什麼照 它就是都差一點 對 我覺得今天真的是殺氣多到一個 真的沒有 也謝謝你就是很願意的公開 這樣的殺氣給觀眾朋友了解 如果今天他們家裡 有碰到這樣的狀況 直接去 那也希望說你今天真的 也是我們的忠實觀眾 對 可能說你看到一半就去忙自己 沒有聽到後半歌 所以要選擇上面可能 都有一點錯誤 那今天知道囉 知道 所以你會全部的地方 需要那個 對 我覺得以它現在緊張的程度 它一定都會改 要不然應該就連夜搬走 不會啦 其實還是一個家嘛對不對 所以呢 其實某個地方 製造物改一改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 雖然說你們家有那麼多殺氣 我們也沒講到什麼 像我們打牆嘛 對 沒錯 所以其實就換一些東西 擺一些東西 可能運氣就出來了 對 人生就是由起有落嘛 最重要是要在低潮的時候 趕快找到一個方向 對 調整好腳步 重新出發一定會更好的 沒錯 謝謝